中秋節假期 中秋節假期回來之後 港股受到A股的帶動 表現回湧 最多是升超過450點 在近半日的高位收市 我們看看恆子的走勢圖 恆子今早早高開107點之後 跟著A股一路高走 越升越有 最多是升460點 在27,900點的水平培回 收復一條50天線 半日成交有584億多 恆子中午收報27,950點 升到451點 而國子收報11,071點 升到244點 立即請來我們的嘉賓王偉豪Rafi 跟我們聊聊天 Rafi 你好 你好 在中秋假期之前 恆子要回吐 今天回來又收復假期前的失地 上星期美國高位 上市28,000點的關口 你看下午有沒有機會突破呢 當然以今早早的高位來講 兩萬八差那幾十點 的確不排除下午回來 可能真的會試一下水位 因為始終今天回來 整個市況 整體的氣氛是比較強的 特別有明顯的一個好轉 當然最主要來講 都是A股方面 叫大家大動 因為今早來講 看到MICI那邊 都說了 可能接下來 都進一步 加大了 A股入魔指數的比重 令大家的氣氛上 有一個不錯的推動 令到國市 今天回來 都收復一下 星期一的失地 但是以後市來講 就是剛才來到 雖然下午可能有些機會 試一試兩萬八 而今早早的成交 其實都算挺好的 但是始終後市能夠繼續向上 或者我們站穩兩萬八 關流上去走 我覺得這個就要再看一看 因為其實最主要來講 起碼最近的 可能都起碼明天回來 至少明天來講 比較多人數 是可以左右到市 一來就始終今晚 美聯儲都會有個意識結果出來 大家都知道 今次應該都差不多 100%會加息的了 但是看看鮑威爾哥的講話 是怎樣的取向 比較英一些 還是比較中性 比較甲一些 還是怎樣 而除了這個因素之外 明天來計 其實都在等著 另一邊 富士羅素那邊 都可能有機會 立有A股 是進去他們的指數裏 那你要看明天 有沒有真的相關的公佈出來 而且始終明天都是奇傑 所以幾個因素 明天都會有個發酵性的時候 我覺得廣告聯盟的再聲 要等這些因素出來先 如果能夠出來之後 都是偏好 而令到國市繼續確立 跌幅50天線 跌幅200樓上的 我覺得還可以向上衝多幾百點 但如果不行的話 當然我覺得可能跌穿50天線樓下 機會性都然存在 但是當然下面來計 所以暫時大跌空間 又沒有之前那麼明顯 我覺得下面來說 如果真的試下去的話 可能大概27,300這些位置 又會有個初步的支持出現 剛才也提到 今天港股有得升 都要多得A股 因為看到今天上證指數 都升上2800點的關口 你剛才也提到 A股有多個利好消息 包括MSCI和富士羅素的消息 你看這些消息刺激的A股 是反映了沒有 A股還有沒有上網 當然了 如果中長線 如果隨著這麼多國際指數 真的要留在A股 這一定會對A股有個幫助 因為起碼更多國際投資者 可以叫做買A股 或者進去A股市場裏面 這也是A股 經常想做一個國際化的情況 但是中長線是好的 但是短期來說 其實效應有沒有這麼大的刺激呢 這個要再提一提 因為其實以之前 好像上幾個月來講 其實A股入坡的 第一下和第二下來計 生效那時候是有些事情炒作的 但是那個炒作性 其實就比較短一些 然後市場都立即是立分了 因為始終最終 沒錯 可能中長線 計算了所有的比重的東西 可能很多的外資 可以留在A股市場 但是不會即時一下子 一起去這麼大規模入住 分階段進入 甚至乎能夠再做一步 刺激整個市場的照片 就是透過這些指數納入 究竟可不可以令到整個A股 本身的成交再亂 譬如可能散戶 或者其他的內地投資者 有沒有買入的意欲 如果你說幾種東西都配合的 那A股的升勢會持久一些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可能我覺得好像之前那樣 彈回幾天 又會反覆一些 所以這個要反而看一下 之後呢 究竟成交A股那邊 能否持續比較強一些 才能否有再強一些聲勢出現 好 講完大市之後 我們就看一看 就是今日都有一些消息傳出的領展 領展宣布計劃領展資產組合進行評估 可能會有資產出售和收購 消息刺激今日的股價 秋升最多3.5% 結束了4年跌 升穿10天線 見到中午都是收報76.2% 都升到超過3% 花旗就說領展對上一次 在去年做類似的評估 最後就是賣了17個物業 涉及230億 帶動股價比同業是強很多 相信今次領展都會主力出售資產 規模和去年都差不多 就繼續看好領展 而且是行業的首選 而美銀美林都說 領展潛在進行新一輪的資產出售 就有望收窄資產靜值折讓 雖然因為經濟環境轉趨不明朗 所以不預期領展現在出售資產 可以像去年錄得2.8%的回報率 不過就算售價只達到投資物業的帳面價值 都足夠支持股價持續上升 兩間大行的評級都是買入的 目標價分別是82.5元和78元 現在領展股價都算是處於歷史高位附近 今次再賣的資產 你看股價有沒有力再創新高 當然今天這個消息都屬於叫你好的 因為其實都幾同領展過去這幾年做的動作 我覺得有機會是差不多 雖然公告裏面就沒有實質說到 究竟是可能收購些甚麼 或者賣些甚麼 但是起碼的方向和剛才說到早幾年差不多 我都很相信如果真的出售的話 可能都是圍繞它本身旗下組合裏面 可能叫做一些本身不是那麼漂亮的項目 但是以過去賣都好 這些所謂不是那麼漂亮的項目 其實買出來的價錢都是挺理想的 所以這個都對領子其實本身是一個好的推動 再加上收購那邊來說 其實過去這一兩年都記得到 隨著香港的市場 其實他們走得都比較成熟之後 其實反而都挺主攻的 是內地一些的 譬如地產和商場的項目 我相信如果以收購方向來講 都可能是跟這些方法去組合 所以我覺得整理出來的看法當然是偏正的 但是你說可不可以令到股價 當然今天表現是不錯的 但是可不可以令到股價再有一個太大聲的空間呢 這個就未必那麼容易住 因為始終以領子園 除了業務的發展方向要緊要之外 本身它都是一隻Risk 大家都會將它 可能Risk 有時候都會拿回收息的那個因素去看 以領子園來說 現在的息率都是只有三厘 鬆一點的時候 其實對比其他Risk 其實完全不是那麼吸引 所以如果以這個角度來講 其實有一點點會限制股價大聲的空間 所以就算再向上衝 能夠衝破了50千線路上也好 可能試回近期幾個頂 借近78這些位置 我覺得可能又會是差不多 所以現在才想上車 其實似乎那個水位就不是那麼多 但是本身有貨的 當然可以不妨繼續保持它 好 即是大概上網到78元左右 看完石領戰之後 我們就轉看看今早做得最好的藍籌 就是要看三桶油 因為布蘭特旗油再創四年的新高 帶起油股高開高走 三桶油分別最多升到3.5%至5% 都升穿了十天線 見到三桶油中五都收報 一樣都大概是介乎3%至5% 雖然美國總統特朗普 經常都叫石油出口國組織 就要壓一個油價 但是油價始終是保持著衝上高位 見到大摩都預料中石油的盈利 可以提升到69% 而必達就升到17% 而中海油的盈利就升到26% 而必達就升到14% 大摩就說 對中資石油股的喜愛的次序 首先是中石油的 第二才是中海油 而最後才是中石化 Rafia,油價高企 你有沒有最看好哪一隻呢? 當然油價就… 就是這樣說 今天油股升的最主要的油價 在過去這幾天都還是偏強 那就會帶動 但是說一句 我相信油價接下來 就是定下這幾個月來講 都會偏強為主 但是再大升的空間 就真的難一些 畢竟過去去年下半年開始 這樣升上來 再加上今年整個大半年 這樣升 其實很難要求的油價 再有一個太大升的水位 就算是去盡的 可能80元鬆一點 又會是差不多 所以反而我覺得 留意油股相關的股份 未必真的要看油價 反而我覺得下半年 其實好看就是油企 他們會隨著油價再浪去高位 會加大那個開工量 或者作業量 那雖然如果這個量 是加大的時候 反而選股上面說 我覺得可以一來選一些 當然油股是可以選擇的 但是如果大家不想選這個類別 如果現在總是畢竟升得太多的話 反而可能選擇一些油伏股 會是合適一些 因為假設下半年油價 又浪去高位 就算不大升也好 但是油企不斷加大開工量的話 甚至乎加大資本開支的話 其實對上油伏股 無論下半年的訂單 或者前景都會有改善的 所以我覺得選擇油伏股 似乎再搏個標 比較落後一些的情況 會合適一些 但是當然首先理解 都是選擇一隻大直一點 我覺得跟中海油 做回駐駐駐生意來源的 中海油伏283 我覺得會是好一點的 因為只要進來 就起碼那個營利前景 又沒有其中海油 是叫給它 比較穩定一點 再加上其實它近期的小 拍一下拍一下 都叫做得挺漂亮的 所以如果二分要撐 反而我覺得283 那個直播空間會高一些 Rafi 你最看好的 就是中海油田服務 剛巧看到觀眾也有問 它就說 這一隻283 它是7.9買入的 你怎樣看 你覺得它應該怎樣部署好呢 我覺得暫時可以先拿著它 因為剛才提到一點 始終自己對上油伏股的看法 比較好 甚至雖然近期它升上來 但是整個升勢 又沒有像油股 或者其他比較小的油伏股 你覺得這麼誇張 我覺得只要來近這段時間 都能夠繼續站在八個二樓上走 我覺得反而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試一試 挨近八個八這些位置 做一個可能中短線的目標 我覺得去到那些位置 如果你想吃虎 可能才吃虎離場 好 觀眾先看著八個八 我們看完三桶油的表現之後 今天新上市的海底撈 掛牌第一天都撈得起 比招股價17.8最多是升超過一成 和星期一晚的暗盤表現都差不多 每售一千股 如果抽中了 而又在今天的最高位置放了的話 賬面都賺到1840元 今天海底撈中午收報是18.3元 見到最近新上市比較大隻一些的股份 例如美團那些一開始都是挺強勢 不過見到美團今天上市第四天 就逆市跌穿了招股價 而且今天海底撈火鍋湯料的供應商 而海國際今天表現都比較波動一些 逆市就最多跌超過7% 之後都有回運 Rafia 你又怎樣看海底撈的前景呢 抽到的可以上網多少 未抽的現在又好不好追 當然前景我覺得就不會特別頑皮 畢竟它都是做一些飲食類別的一些業務 甚至它在內地來講 或者是香港的投資者的市場來看 對於海底撈這個品牌的應手性其實都高的 但是當然前景不是特別頑皮 但是問題在這一刻 在股份的部署上怎麼看 我覺得這件事有點分開來講 因為一來就始終本身 今早早雖然曾經上市那一刻是挺漂亮的 但是你看到就即時很快都下了你 最主要來講 網民本身它招股的時候 其實那個入場費已經偏貴 當時大家知道是史上暫時最貴的 一隻新股的入場費 整萬百元一手 所以我覺得這個入場滿欄偏高 都阻礙了大家再追上去的那個意用 所以變成為何即時的股價升幅會這麼短呢 都會這樣解 還有以剛才你講的 比如跟近期上的新股 好像美團來計算 都即時現在都慢慢叫下超價 或者是破底這樣的格局 所以都令到大家對海底撈這個 所謂炒作的熱情 不敢來得太過長 所以我覺得現在都下來的話 其實現在即時有沒有一個 海外向上秋風的現象存在呢 我覺得難一點 甚至現在本身當時上市之前 大家都知道就是海底撈那個定價的估值 其實比較貴 甚至它都以一個上限的定價的時候 可能那個估值是再貴一些的 所以其實估值都比較貴的時候 其實就難有一個很大的炒作空間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抽到的 當然如果今早就錯過了去出貨的話 可能下午或者明天都可能短線走一走 即估讀賺餘時都很多人先走一走 那如果本身沒有貨呢 其實現在才再想去撈呢 我覺得暫時望上去的一個空間 其實不是那麼有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現在才再考慮呢 伺服風險來說比較大一點 聽起來都不是太過樂觀了 之後我們不如就看看 觀眾有些什麼問題先 因為見到有觀眾 還問到一隻內銀農行 他對農行比較有興趣 就說可以什麼位置入呢 見到今天的內銀股其實都不錯 普遍都升得到 見到農行今天都是升到超過2% 都接近3% 你們怎麼看呢 當然如果依回農行來計 其實如果沒有貨的話 其實你可以考慮大家先等 因為其實近幾天 特別是今天都稍微升上來 但是始終你的內銀股整體的前景 我覺得不是太頑皮的 明顯地你盈利那邊是有改善的 深入資產質素那些都有改善 但是是不是可以令到股 有一個很大的上昇空間呢 這個有難一點 我覺得反而今天 或者過去這一兩天 曾經大了一些上來 其實某場上都是靠A股 做得比較好 令到一些內地的金融股 這些股份都做得比較強一些 但是以另一邊商 可能大家選擇內銀股 有時候都可能做收息 或者那樣東西的 但是如果以四大股拼離 其實收息來說 可能建行公康可能更理想一些 那龍航就未必是一個好的選擇 所以兩樣東西加起來 其實龍航暫時如果要去撈也好 可能真的要稍微再等一等 那特別是股價 可否有機會落下今早早那些起步店 矮近三個七附近左右 那如果有機會落下這些位置 那可能才是買一買下去 那你駁過股價升的話 那上面來看矮近四元是哪裏 而下面我覺得大約穿三個半 可能就短期自己支持先 好 即是觀眾可以留意 三個七這個位置就可以買入了 另外我們看看最後一條觀眾的問題 看到有個觀眾就問到 華潤水泥控股 它就說今天可以什麼位置入呢 那如果以潤泥來說 就是想今天去入的話 那我覺得當然今天也一樣 其實今天市場是稍微穩定的上來 而它之前其實也發了一個 就是第三季的一個型起 變成我相信整個上來的板塊 未必會太過蠻著的 那它的股價都會比較強一些 那其實你見到近這幾個月 它的股價大致上來說 都是一個大幾個長分的通道裏面走 那下面可能就八個二、八個三附近有個支持 那而上面就矮近九個半、九個六這些位置 就頂一頂了 那所以我覺得你可以矮近你的通道 就是華人區間那個底位附近 可能才買會比較好一些 因為其實現在你九個一條幾 賣上去可能市場九個半、九個六 其實水溫不是那麼多 那但是反而下面來說 一穿八個二、八個三 你就可能要走 但是反而下面的幅度是大一點的 那所以你可能等一等 等股價呢 有沒有機會整顧回 矮近可能八個八、八個七這些位附近 才賣下去 然後以剛才說的九個半做目標 然後八個三做回自洩位 那即是觀眾可以留意 大概八個七個位置就比較可以入了 好 今天我們就和Rafi談到這裏 先問Rafi有沒有持有剛才說過的股票 也沒有持有的 好 謝謝Rafi 我們也多謝各位觀眾的問題 現在中午恆子都開了市 我們看看恆子的表現 見到都是在27900點的水平那裏 徘徊就升大概是450點 那今年的午視博弈就和大家聊到這裏 下午四點半收市有機再見 拜拜